这边还有 这个东西在昨天那个 哎呀我始终有个问题啊 我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我就是最近 包括去年前年开始拍卖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同样是春拍 同样有好几家拍卖公司 他们经常会出现一些很特殊的同类品 你说咋回事 你说这个怎么解释啊 你们谁高手能解释一下 因为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啊 好几个拍卖会同时出现了一个 雍正斗材的小怪 这也有那也有 包括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很明显 我们昨天在中茂盛家看到了 中子同样的 但是以前他们也出现 就是突然一下春拍都跑出来 你说你说这是咋回事 同时举行春拍的保利和中茂盛家 同时出现多个永恶的回口大盘 这只清代访民家境的非常大的花姑 也出现在多个春拍的现场 你们能理解 同一个长家送拍给多个开卖公司 那它有这么多货啊 你的意思一下搞了五六个在手上 还分批除 应该不太可能 应该不太可能 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也不能总这么搞吧 你说一次有这个很凑巧的一个事情发生 但每年都是这样 不同品种 每年都这样 这里面可能是很古怪的 你们自己尽量往坏处想 不要想得很美好 往坏处想 你可以想歪一点 想歪一点的那时候 不怕你想歪一点 大胆地想 理解这个事情 你能理解真实的拍卖公司 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你也可以想着 不那么美好 大家藏品需出售或鉴定 评论区发 评论区发